Hello, 這裡是Only Run Radio 我是Volly In Action的佑Sir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 又來到港人、港地、香港地 又一個星期了 錄音室裡面有我Nio 大家有沒有很害怕呢? 不過有Perry 是呀, 有我們在 這次不是去單湯嗎? 嗯... 難道你想單湯嗎? 你單湯吧, 我不敢 好啦, 今天我們又講一講 就是講一下人物 那, 講人物之前都問一下你 你知不知道我們所謂的金融的老三家 知不知道是哪幾樣東西? 老三家是講香港嗎? 其實金融界來說我們有三... 我們所謂的老三家 銀行啦 對啦, 一個銀行 金譜嗎? 不是 不知道 股票 對啦, 股票證券 對啦 跟著另一個就叫保險 OK 對啦, 這叫老三家 我們叫做 即金融界老三家 嗯 那好啦, 那我們... 股票都留我, 我不知道而已 蛤? 我覺得股票不是很舊 不是很老 證券 其實是一個關於證券行的其中一個部份 這個是構成金融主要的三個元素 好啦, 我們經常說我們香港金融中心 現在經常聽到一些人說, 什麼佔中又反佔中 什麼又很害怕 好啦, 我們不要管怕還是不怕 我們主要都說金融界 即是金融裡面, 即是對我們影響一些比較深遠的 即是跟我們生活比較相關一點的 即是叫為... 即是一些人物啦, 其實都是 是不是? 即是始終我們都離不開這個金融的生活的了 那...大家都可能都會... 即是有幾個銀行帳戶嘛, 是不是? 不要說幾個啦 是 我想香港人來說, 尤其是初期讀書的時候 開銀行其實都有幾間 是啊, 可能都有幾間的 有時候有慈單送的嘛 哈哈哈哈 那好啦 那... 主要的, 我們香港出名的 最出名的通常都是我們講話匯豐 是不是? 匯豐啊, 炸彈啊 恆生 中文啊, 然後恆生日啊 那我們今天主要講的那個人物 就跟恆生就非常有關係 嗯 那...也有人說他跟恆生指數有關係 那一會兒我們拆解一下 究竟恆生指數是否有關他的事 好啦 好啦, 那我們講的今天是何善恆 嗯 那何善恆呢, 他那個... 即是...出生來講呢, 我想... 嗯... 清貧 不是, 何善恆我覺得他... 其實有 certain... 有這麼多個之前講過 他真真正正正了, 他真的是廣東人 sí 其實可以做香港 因為他是廣東f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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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即是以前說, 香港屬於緩俐 他就謝謝, 就是香港人 是啊 即是... 本地人 其實你... 今天我們經常說四大文系 廣府是其中一個 如果用語言去劃分 他會計算到廣府 但是有時候有些吊詭的地方 如果是清朝那樣計算的時候 你始終外面搬進來 他也是廣府人 一定是廣府 他說他組織是廣東般餘的時候 其實就是廣州 他小時候 他出生的時間 剛好夾正1900年 1900年有一個世紀 這個人挺長壽 稍後再說他多長壽 他的組織就在潘如 一個很窮困的家庭出生 他出生在什麼地方呢 有人說在澳門出生 澳門出生 基本上就是半肌半飽 然後就過了一個幼年 一個小孩子來說 本來你想想想 我們今天看到他 當然是很厲害的一個人物 但是他小時候 基本上沒有讀書的機會 他讀的是什麼呢 就是沒有錢加個費 首先 於是乎 很多時候 入讀一些叫做 師叔 師叔 薄薄債 薄薄債 其實是很低廉學費的 那些 還要留意 以前廣東地區 那些 又不是什麼大村莊 大村落 那些師叔 通常薄薄債的老師 都是那些 真是我們叫做窮秀才 其實可以說是教最基本 三字經 那類 就是一些人生最基本的哲學 對 所以就 不是 我們想像中 很厲害的 一些師傅 一些處世道理 是很基本 不可以 講什麼學識 就是怎麼代人處世 所以你想到 學的學 為什麼呢 三字經 人知初成本線 就是最基本的處人 代人處世 還有可能 老一輩的都會讀過 什麼幼學 齊林 就是 曾經以前我教小學 那時候 我都玩過那些學生 所以很多人就說 可能有這個原因 他就讀三字經出身 所以他做到人處 之後 是叫做 是 就是 怎麼說 是有人情味一點的 就是他 他會 著重那種 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 就是 人生處世 人生處世不是對商家之間 是對顧客之間 就是他對客人是至上的 是的 所以有時候 從他 幼年 在成長環境裡面 我們看到那個 學習 他的氛圍 他會偏重於哪一類 其實 這一方面 代人處世方面 掌握得好的 其實對商界來說 我覺得是 那個發展來說 是不差的 現在好像大家都很少說 這個字眼 但是以前那一代 很多老 很多的商人 不要說他現在賺不賺錢 但是以前也是很實說 如果他不是一個 誠實商人 或者是一個 顧客來說 其實是 發不了職的 是的 包括我們現在 經常說 李先生 說他怎麼霸權都好 以前他不是 都不是這樣 只有一樣的人 對低下階層 是會看低下階層的 那些比較多 就是會由低入手 因為之前那時候 你不低入手 根本就進不了學 是的 是的 所以 我們從他的背景 我們看到這些 另外 就是 始終窮 那麼 大小小 其實都讀了很少的書 就是讀了很短時間 都要去做事 是的 很正常 那做事 你想想 十多歲 年輕人 可以做些什麼呢 很多時候 打雜 做打雜 那打雜 去哪裏打雜 就在那些廣州的一間 那些鹽倉 鹽倉 做一下 枝頭枝尾 最簡單的那些 當然是 清理一下場地 最低工資都沒有 就是雜工 總之什麼都做 就是從洗廁所到洗地下都是來的 是的 覺得做一下做一下又沒有什麼 學到 是不是 咪師傅 遲了一份工 然後轉去那些金色店 就是我們金譜 做那些學徒 學了一些手藝 那又 懂得一些東西 嗯 代客之道 是不是 他在做金譜的時候 他都懂得自修 他自修挺有趣的 他真的 我想可能他真的 你可以說他可能教人聰明 他會自修是學經濟法律 和市場經營 就是這個自然上 那時候好像很陌生的自然 但是他學法律 法律 經濟 市場經營 心理學 我們看文字是這樣說 我想又沒有去到 說真的 即是 我想現在是我們用現在的字眼 這樣形容 即是他開始 雖然是在做打爪 或者學學徒 即是叫做紅褲仔也好 但是他開始在想 將來怎麼自己認商 即是他想多 是想前一步 其實想前很多 你現在才在學著打鐵 或者打金 你自己在學著 將來怎麼做生意 是的 所以他去到 二十幾歲了 那他很 即是 就是順利一點 叫做 開始了 就做了那個叫金店的一些私利 那私利 其實那個時間上 他寫著說十幾歲 十四五歲左右 去做學打金 二十二歲就做了私利 其實前後是一個 是八年時間 都叫幾快 站在 站在 如果是一個 我們叫做紅褲子出身 沒辦法 二十二歲 即是現在大學畢業 他都做經理 都不差 對 即是 都不差 所有大學生 不是 他還沒到經理 他叫做經理助理 或者助理經理 那種情況 那 之後 二十幾歲仔 就打算闖一闖世界 於是金店的工作 都不做 然後呢 有一些舉動 就借錢 嗯 那借錢做什麼呢 開始做金融經紀 做些金融事 那他借錢 然後呢 就 跟他們合股了 然後呢 就在廣州上下九龍 就做了那間銀號 叫做回籠 嗯 那回籠呢 那 那 你想想 銀號是什麼 你猜不猜到以前的銀號是做些什麼 如果有些電視劇 我通常騙些農民錢 哈哈 騙些農民錢 就是 平時看TVB那些什麼的劇集 通常都是 有一個銀號 然後 嗯 不是啊 看一期期的TVB劇集 一期期啊 有些就是 其實就是把那些小市民 農民 或者一些以前的低下階層的錢 我幫你儲存 是的 我幫你做一個儲蓄 是的 那給你一點利息 或者其他利息 但是其實相應地 那時候那個銀號 就喜歡做什麼呢 做一些買賣港幣 嗯 因為 如果你留意一下 廣州其中一個通商合法 嗯 那他 對港的貿易 這個就要跟香港那個 跟廣州那種關係 簡單說就是 找換點 其實應該是 找換點差不多了 哈哈 那時候十三個在台灣 不是在廣州 就是把收拾所有的貨幣 找回當地貸給他 是 因為他要做一個轉運 就是他其實做一個這樣的工作 嗯 那好了 那其後呢 你想到了 從事到一個港幣的賣賣業務 嗯 那他自然要認識香港的商界 銀號 對啦 銀號 就是大家在銀號街 會想去交換錢 所謂的 當時的中環的精英物資 好啦 那所以六七年之後呢 他又再跟人合資 那就在今天 中環 永樂街 永樂街 大家 六七年是數字 是33年的時候 不是 即是六七年之後 是做了幾年之後 做了那個會籠 做了幾年之後就是 就是六七年了 六七年時間 好啦 之後再跟人合資 就做了他做恆生 銀號 都是銀號 對啦 那時候呢 那數字呢 幾好記的 就1933年的3月3號 即是財政年度之前 即是3333 即是幾好記的 年時間 可能都問 可能都尖過掛 看個風水 不是喜歡的數字 夠漂亮 對不對 這個三字 是不是 好啦 三三萬萬 好 那然後 那銀號業務 都是離不開那些東西的 嗯 又是貨幣那些 然後還有就是 賣賣這些黃金 嗯哼 始終黃金貴價金屬 那 他1933年的時間 即是 呃 又在香港 即是主要 進行一些業務 那幾件事可以留意的就是 你知道 即是國內那個 呃 即是那個地方上面 有很多問題了 那地方那個 呃 即是 所謂的地方政權 本身 交戰 是不是 那 例如 打共產黨 那些東西也好 那另外就是 有那個 即是 日本人也都蠢蠢欲動 開始動 對 所以 其實呢 他又把握到少少時間 其實 我們這樣看 那 其後 在銀號業務 即是 即是 他的銀號 減賣貨幣 還有黃金 去到1941年 那個時間裡面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了 1941 日軍開始入侵香港 對 開始入侵了 那於是他 很聰明 他馬上走回澳門 馬上走回澳門 馬上走回澳門 走到澳門 當然是 有幾個人都很聰明 懂得走去澳門 幾個都是 對 那時候很容易走到澳門 你想想 之前 我們講過例如周首晨 對 那個也是走到澳門 即是 他們那班 不是 周首晨就沒有了 嗯 河東 河東 走到澳門 即是你會看到 那些人這樣走來走去的 即是那個時間 即是你想想 其實這麼近地方 澳門是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真的在任何時間上 很多時間 他真的太平 最少他避難 即是不要這麼說 不是這麼亂 他們的亂和不亂 就要透過其他組織去維持 對 那我們總之可以維持到 對 那好了 去到澳門 然後 騎後 即是調了資金過去 於是令到那個 恆新 那個銀號本身 他的實力可以保存到 那 避過一場浩劫之後 那他當然是拿著錢 就回到香港 即是他不會安於在澳門坐在那裡 一打完仗就回來 不是 澳門有一個特點就是 中立 中立國 那時候就是 蒲國政府 你知道蒲國政府都沒有什麼 即是沒有什麼勢力 即是一定要是 你要遇險才能拿到錢 即是要回香港比較辛苦 那 香港 太中立是賺不到錢 即是 蒲國政府一向一半立場都是 什麼都不理 是啊 是不是始終是一個世界國家 好 我們先說到這裡 下一節回來 再繼續 OK 無名時的歌唯一訪談及音樂節目 現在在這裡做什麼 我請你回來錄禁告 請你回來背書 你走開我自己錄吧 無名時的歌 每月逢第二 及第四個星期二上線 咦 今天真的隔個星期一次 喔 Welcome to Listen 我左手是沖上雲宵 右手是On Call 36小時 左腳是亞洲先生 右腳是香港小姐 我是為大家分析電視電影的 白士特影視專門店主持人大蛇 逢星期三上線 好 又回到第二節的 港人講地香港地 那好啦 我們剛才說到 就是 他又再次 在澳門 打了個八甲轉 入戰之後 對啦 回來香港 回來香港 好像寫了 沒有村沒有蘭 大轉拳 那麼 他懂得選擇時候 是不是 就是 有時候呢 你會看到老一輩的人 他未必說那個 學識真是這麼高 但是呢 他們那個 智慧呢 有時候 看回那麼多 那麼多名人呢 其實他們是 幸運 或是 生命好 或是 一早想到 好一個 在戰略時候 都可以 可以 補到 對啦 就是他能夠保存到自己的實力 所以我就說 有時候 就是今天 我們經常都說 到處都是大學生 但是 知識一樣的 智慧又一樣的 其實又真的 就是 就是 你不要說他沒有智慧 沒有智識 他的智識就不是 我們現在的 所謂的讀書的智識 是的 他是有努力過 就是會自己想辦法 學很多東西 也都敢去搏 是的 那還有就是 他怎樣去把 他學到的東西 形容在那個生活上 所以他其實是 變成了一種 我們叫智慧 那些就是 是的 然後 然後 去到 1946 嗯 即是打仗之後 是的 那他呢 就跟 河添 嗯 河添 就是當時的其中一個 比較出色的華人精英 嗯 就是 如果大家 如果在中大讀過書 可能會有些印象 有個基金 叫做什麼 叫做 然後 然後 又有另一個 河 就是河添 另外一個 就是 李 李國偉 是的 就是很有趣的 其實這幾個都是 其實 幾個都是合作 即是 其實一向都是 合作方法 是的 所以他們有個這樣的基金 很有趣的 當時經常都說 河 為什麼又這樣 又河亮又河利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 好 說回這裡先 那他跟 何添 就成立了一個 叫做 恆昌 的公司 公司 他又看了另一件事 就是 因為通常 戰亂之後 很多物資都要輸入 他就成立了一間 貿易公司 是的 就專注於 物資的輸入 是的 那於是乎 沒有輸出 我不知道 我應該輸入多 有來有往 我們這樣說 是不是 輸出一些金出來 都可以 好了 那於是 他 看到 那個 時勢 那種事件 他把握到這 其實很實在說 等於他之前 做 即是做貨幣的轉換 現在只能做貨物轉換 是的 其實你可以說 其實同出一次 只能做一個不是銀子 今次只是貨物 是的 不斷 不斷做一個轉換 所以他已經有人物關係 即是做一個之前是銀票 現在是一個實質的物資的轉換 是的 那其實當然他也沒有放棄到 他的那個銀號發展 當然 那 好了 尤其是呢 他這個貿易公司 在什麼時間裡面 就發展得比較好一點 就是你可以說一個悲劇 但對而言一個機會 就是漢戰 漢戰 我們經常都 我那時候讀書的時候 蕭公 蕭教授經常這樣說 他說 啊 香港呢 什麼情況之下 就發展得比較泡沫呢 不要 就是 那裡說完那裡 什麼 就是 以前 今天政府經常說 什麼什麼 中國好 香港好 嗯哼 其實 其實 如果大家不敢說 其實通常越亂 香港才會找得越多 對 中國越亂 香港越找得多 其實 因為中間是收 就是做中間人那個 其實歷史告訴我們 中國一亂 就很多時候禁運很多東西 就是靠香港 靠香港 混進去 但是現在中國這麼發達 香港的角色已經被淡化了 所以這個 大家可以想一下 記住中國的可能性 是比香港長很多 根本上不需要去香港 如果不是這麼文化 根本上香港沒有機會發展 是的 正如是 例如台灣和中國 搞三通 其實也是影響到香港的 這麼近 你不運到一筆去香港 如果不是因為有一個矛盾 怎麼會經香港望距 真的 飛機便宜 所以其實真的 無程度上 無程度上 是這樣的轉運貿易 或者是對外的兌換 很多時候 為什麼要倚賴向我們 因為中國的一些政制 或者動員的問題 所以韓戰那時候 一樣 聯合國和美國 就抵制中國 那 他又很聰明地 他就馬上斑馬 就去美國談 是的 斑馬 那 或者去參考 考察 另外他 就 本身呢 剛剛我們沒有提到 那個基金 有一些人物 這裡也會提到 例如說 看回形勢 是不是 他 例如說 出去外訪 不是說什麼外訪 應該是去考察 考察 即是美國和歐洲的環境 或者營商的方法 他一定要帶一個敬人出去 他記住 他是瀑瀑的出身 那麼多年都在廣東 其實有一個東西差就是英文不行 未必很好 或者不行 不需要一個翻譯 於是他就找了一個翻譯 另一個名人出現 剛才那個基金 基金的其中一個人物 李國惠 這個其實都影響到其後 恆新 發生的一個重要的人物 好了 那又回到恆新 恆新其實我們都想到一件事 銀號和銀行是兩件事 你可以這樣說 銀號是銀行其中一個部門或者一個範疇 銀行會做多很多事 對 銀行做多很多事 還有一個要求又高的 銀行的要求高在哪裏呢 也不會有太多的合作 對 所以其實好了 他又有幾樣東西 即是他又吃到個小 何善行之前也有說過 例如他的銀行本身 他又賣黃金那些業務 他曾經做過一個驚天地一鬼神的 所謂的三年黃金大戰 他還要賺回來的 這個黃金大戰不知道他怎樣賺 好了 總之賺了又利潤了 所以他能夠在黃金業界有個權威 同時之間他將 但記住 之前呢 其實這麼多的合作或是投資 其實他是出錢最少的 但可能他真的有一股聰明 他不斷賺了很多錢 也很低於認同他的能力 所以他到最後了 他憑著這件事 他有個資本他可以做到 例如將那個銀號 我們叫做升級了 變成銀行 參考完美加之後發覺 都是覺得香港好些 又回到香港 就開始跟政府申請 正式轉入銀行 就在1952 1952 十二月 年尾的時候 接著呢 其實後就 十一月五日正式成立 正式註冊 其實也是 新年前 日後 十一月申請 十一月就註冊 也要快一月搞定 好的 那接著 服務方面當然是有了一些不同 當一個韓銀行環境來說 找想想 很多都是英資銀行 我現在是說銀行不是銀號 對 銀行 那時候大部分銀行都一定是大集團英資外國人 對 大家都想到有匯豐 有渣打 傳統的一些所謂的大 所以我們匯豐是說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不關事 都是外資 對 英資 好 你想到了 我們要這樣說 說回銀行級數來說 他們剛剛成立 是傳華資人來說 由資金和市場的順遇上 很少說 商家很多時候除了有大變 如果之前安穩穩計 其實他們不會無緣無故轉銀行 或者轉合作夥伴 對 怎樣可以在這段 這麼平穩的工作環境下 這麼平穩的商業環境下 去爭取客戶呢 他就首先說 低入手 所以他會選一件 我們要做 今天 別人不做的 我做 因為以前 如果英資銀行計 你是小客戶 你進去還 尤其是還計 你要借錢 或者很多的 很多的銀行戶 他也有很多的要求 要擔保 甚至要買販去擔保 就是一定 有人揹你的錢 才會採用 他要找賣板 其實難聽說 你華人走到匯豐銀行那裡 就是今天的待遇比較好 他都不自在 你可以有多少錢 或者你是地主 或者是 可能你是很多農地問題 或者他根本不看你頭 因為始終你想回以前那個概念 你們華人始終是低級數字 這個是 就算戰後 初期也是這樣 英國的銀行 會覺得你們華人 是低級 於是他們不是很重要的事 所以其實之前 很多的事件 告訴你 中華人 你半生 華人是不能入 或者中區不能入 你可以知道華人的地位是多低 所以其實是在戰後之後 你會看到華人又開始重新聚集起來 然後再開始去建立一個模式 那恆新銀行 其實某程度上 他在這個時間裡面 他提出一個口號 提出一個口號 就是我們華哥經常說 服務大眾 人客至上 好 然後 於是 很多時候 你看到那種取態不同了 因為 匯豐 他就一定要是 剛才說 有錢的客戶 就是那時候所謂的大班 你那些 如果兩個銀行團 接得那幾十塊 根本不理 如果大家有記得 就算 就算我們上次說 廖寶先生 其實都是針對華人市場 你會看到 在同期來說 好 那你看回就是 他那個 他針對中小企 或者市民大眾企 這個字眼其實現在經常都聽到 但是在他 開始那個年代 五幾年的時候 是一個很新很新的字眼 對 所以到最後 就是在這個時間裡面 他又累積到那個資本 因為他 幫到 就是 如果是那時候 分級數來說 同期 有些類似的東西 嗯 又匯豐是最高級的 嗯 好了 那 廖創興 銀行 嗯 再低下基層一點 嗯 他就夾在兩個之間 對 他就夾在兩個之間 如果你比較的話 就是 你看到那個 各個的取貸人 和大家 不斷在爭奪地盤 嗯 好了 那你繼續看下去的話 我們也會看到 就是 他這個發展 在華人社會來說 受到一定的歡迎 但是記住 很多書委 很多人都說過 他不只是針對這個群組 他還不斷和自己員工說 所有人客搭利銀行呢 他就是上賓 你不可以批評你的客人 你盡可能一進來就幫他 可能要填方 帶他適當位置 做他需要做的事 總之進來 我不管是貧民也好 或者農民也好 什麼人也好 進來就是上賓 所以很多時候 慢慢呢 一人接受了我的態度 咦 他不會覺得我少看我 慢慢就會一個傳一個 就會慢慢進來銀行 生他做 其實 其實這件事呢 真的 我們設了這麼多年 香港都是設了這件事 但是是不是做得到呢 但是那個時候 他說那麼多年 他都說了一件事 其實 你如果問我 我自己個人經驗 我覺得 恆生不得為好 跟匯豐 一定是 恆生不得 只有排隊 匯豐 匯豐真的是 那頭說完 那頭不散 真的很好 真的 你打電話也好 或者你去到卡卡 都是一般 我自己覺得 純粹個人感覺就是 不代表本台的立場 哈哈 好啦 那接著呢 他去到 恆生 他真的改名了 改名做一個 那時候叫公共有限公司 就是我們所謂的有限公司 對 那他就 六零年 其實六年之後 不是八年之後 五二年尾就成立銀生銀行 對 那六零年就變成公共有限公司 其實之後只有七年到八年時間 對 那其後 他開始 慢慢去 成為了 一個 我們華資 華資 華資 銀行裡面的 第一 的 銀行 所謂的 六四年的時候 已經是 供應了 在香港最大的華資銀行 對 六四 那好了 接著呢 其後 有個很重要的人 剛才我們說過的 李國偉 李國偉 那他就 覺得他 總結他 為什麼 恆西銀行 為什麼這麼威風 說回他的原因 那 正正是因為 何善恆那種眼光 這個是 你各位 你可能說 他拍馬屁也好 或者叫做那個partner 那種關係 是高一波 那樣 但是其實 某程度上 你會看到 何善恆 他幾樣東西成功的 剛才我們說了這麼久 他贏的贏什麼 代客自上 是不是 然後 還有就是 他蠟燭在香港 他做回一個本位 嗯 那大家可能也會留意到 就是說 就是 在一個這麼大的銀行 來說 還有就是 留意一下 何時何時 除了銀行業務 還有那個所謂的 貿易行業務 那些業務 你會看到 其實 就是那個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 那個 那個貿易行 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所謂的 大倉行 嗯 他們本身 他們不斷發展之後 一定有人眼紅 嗯 那有人眼紅的時候 那自然 恆生有一個 可能比其他銀行 當然是特別的 嗯 他就很喜歡自治物業 或者很喜歡建總行 是 其實一定程度上 比顧客上 感覺上 這個 因為 因為 你錢多看不到 但是有一個建築物在這裡 他幾個年代一號 都是建當時 叫做最高的大廈 或者最宏偉大廈 如果你以市民來說 覺得 這間銀行很威風 很堂皇 是啊 所以就會覺得 增加信心 是的 那個 就是 營靠衣裝 嗯 那你銀行都要 有回規模 所以他在 成立公共有限公司 那個年代62年的時候 他們都在德庫道中 77號 就是新的恆生大廈落成 嗯 是的 那時候樓高22層 你記得62年 22層 已經是全港最高 那你要有氣勢 已經是摩天大廈 記住 好啦 那當時候 除了有這個舉動之外 他另外呢 有一件事大家可能都 即今天都會很留意 每天留意 甚至有些人 恆生指數 嗯 恆生指數怎麼來的呢 那一會兒我們回到這裡 就繼續了 嗯 本地球 懂聽的一定聽廣播啦 由Gary Walky 和遲點睡一齊講香港波 一齊講香港波 你就可以來有台火 全新的有台火 除了有以往的一些不同界別的人之外 還會有很多新環節 有很多新的主持加入 想知道 就要聽有台火啦 好 回來第三節的港人講地 香港底 剛才我們很開心 講大家很關注的恆生指數 不過 講之前呢 都講一講一些重要的事件 先 一個時間的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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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時候大家都可能會想 我們香港其實 雖然有些人 或者好像我那樣 都不太喜歡匯豐 但是都會想一個問題 為什麼不是匯豐指數 而是恆生指數 對 香港Band 不應該更有型 香港Index 不應該更有型 對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先講韓士恆 他在 剛才是江輝元的時候 住了公共有限公司 六二元建了新大廈 新大廈 好有型的 打算刑爆 應該不能鬥 對 應該是最輝煌的時間 基本上在那個時間 銀行來說 氣勢如虹的 然後你可以說 一個可能是一個 范太歲 或者針對華人銀行 其實不是他先的 是65年1月的時候 發生了明德銀號擠提 是銀號嗎 現在銀號 就是銀號 是很容易擠提 對 接著呢 其實又如何發展下去 這個 因為那時候擠提 就是公眾的恐慌 就是去拿錢 其實一天 名德銀行是一間 小規模華裔子銀行 接著 年以後 不斷有很多 謠言 哎呀 華人銀行信不過 你也知道 我信不過 中華人也是不行的 接著一傳十 十傳八 那八元就牽涉到恆生 牽涉到廣東信託 不是 因為之後 有一間廣東信託 是 即是兩間銀行加起來 之後一間 不行了 不可以再信華資 那就影響了恆生 是的 那很多時候 就是軒然大波 幾間銀行 都是這樣接連 因為之前銀號 衰也算 問題到廣東信託 那時候都是銀行 都有問題的話 銀生就很牙煙 其實 其實銀號和銀行那種關係 即是 類似今天 如果大陸 經紀和那些 應該這樣說 今天大陸我經常聽到 有銀行 即是有些人想著 在 即是如果大陸買樓 有些人在銀行 不批不批賣樓 就會找哪些人 就會找地下錢莊 或者地下影子銀行 就可以再做借貸 今天大陸那種情況 其實銀行就像 那種 在下面下線 即是銀行 即是在銀行架構裡面下線 這些機構 所以 有人就會擔心 喂 你小時候這樣殺一殺 殺上去 於是怕你銀行 會硬不住 嗯 尤其是你 即是華資來講 你是第一把交易 本身你下線 即是很多時候 你的光輝 即是你不斷建大廈 你開玩很光輝 但到一轉 謠言的時候 你建這麼多東西 哪有錢找 對呀 哪有錢找的 哪有錢 死衝的 即是很多謠言上 就會糟糕 那時候 六五年一月 就明得 接著就是 講信託 其實到恒生意願 其實只要是四個月的時 只要是相差是三個月 只要進到四個月的時 就要恒生 是的 那於是乎 你也要解決的 其實 大規模的提款潮 那時候 他說 那時候 4月5日 就被人拿了八千萬港元 是 記住 六五年拿了八千萬港元 那時候 那時候的數字 等於那時候的存款 六分之一 你記住 存款的錢 不是擺到 因為銀行做借錢 付款才有錢還 借錢放手 所以 基本上 他的銀行現在可以擺錢 不收利息 應該還要給利息 他其實賺的錢 是想借的錢 去借給人 去賺利息 問題是 如果不斷拿錢 他的錢 還沒回落 你放的錢 就沒有了 基本上可以等於真空 好機 隨時是真空期 會 然後倒下 所以 那時候 他做了一個 很決斷的 決定 他立刻去談 說想買給匯豐 是他自己提出的 是的 為什麼又要找匯豐呢 首先 你也想到了 匯豐是當時始終 也是 說回 華茲是他第一 但是 英資 你第一 就是匯豐 那時候 有個因緣 就是 在西堤那一刻 其實匯豐是不斷幫助他 好實說 銀行沒有那麼多現金 放在那裡 其實他那一半 千萬可能匯豐套給客人拿 是的 匯豐 想做一個 叫做 伯母士 有些人 想得衰些 就說 匯豐是什麼 我看 基本上可能匯豐 可能匯豐 就是開玩笑而已 陰謀論 有些人這樣陰謀論 好了 到最後 就把那個股權 就是51% 就給了 那時候匯豐談的 都是李國偉 因為李國偉 其實一向都是做他的翻譯 那幾月英資銀行 那個大班是英國人 或者是外國人 是英文溝通的 所以那時候談 都是李國偉去談 很短時間上 一談即便 是的 很快地搞定了 於是乎 就叫做 穩定了市局 嗯 所以 其後 你會看到 我們常常說 今天看到 恆新銀行和匯豐銀行 那個系統 基本上 我們說要掛勾 嗯 大家都 這麼慣 錢提款 都知道 這些 是常生活的小事 好了 接著 我們又看看 剛才我們不是說過 恆新自助 是嗎 大家很關心 恆新說完 匯豐其實都很尊重 可以說尊重 好聽一點 就尊重恆新銀行 那個華人 那個營商 那個環境 他覺得他做得好 所以他收拾了之後 他都沒有全面 都是保留回 之前的管理層 只要那個名稱 上由老闆 變成經理 或者是總管 之前出來 仍然是由恆新銀行 你個位去 即是由你個位去 不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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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間 哎呀 何 何 何思衡 何思衡 何思衡管 變成了 其實 除了恆新自助 派出了四個人 去幫忙 其實你可以說 恆新上 是自助沒有了管理權 沒有了那個 老闆的權 但原來是全權有華人管理的 是 那沒辦法啦 實際上 你 就是 呼樂平常 是吧 但他們說的時候 對內部來說 其實已經哭了幾場 對啦 那對著內部 一直哭 但是哭完出來 跟員工說 沒事的 大家繼續做事 一樣的 嗯 好啦 那 其實某程度上 他那個 嗯 改變其實不大 你看到今天恆新都 很進取的 不對 對啦 其實我覺得比匯豐 順取得多 其實相對地 那另外 就是 哎 講講指數了 好啦 我們說回我們關心的恆新指數 今天呢 多少點我就不清楚了 嗯 不過呢 因為是星期日 那好啦 那我們 為什麼我們今天經常會講恆新指數 因為恆新指數呢 我們又看回日期 什麼時候發佈呢 恆新指數的 69年 69年 69年明明在那個擠提事件之後 已經是歸入去匯豐 對啦 為什麼不叫匯豐指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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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有些巧妙的 如果大家有看回恆新指數 可能會留意到一小樣東西 嗯 就是說 它有個基準線 嗯 那基準線畫是哪個位置呢 好像是六四年尾 它選了是1964年 即是基數日 是1964年的7月31日 哦 即是剛剛 即是它在擠提之後 不是擠提前 擠提前 六五是擠提 對 擠提前 即是剛剛去發展銀行那一刻 最高輝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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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基準線 就做基準線 即是1969年 甚至已經下載了匯豐 也好 但我仍然叫了恆新指數 對 因為它還未在匯豐 收購之前 收購之前 所以是內部參考的data 即內部參考的index也好 但已經名字定了 因為那個index就是恆新 對 不好意思 所以大家今天都很關注恆新指數 即是 我輸不完 我輸了一個 輸了銀行給你 但我保留了一個命 對 不是現在銀行都是 即是我們 都公路一點講一句 其實恆新是說恆新的 都是 但是 即是大家關注的 即是 即是解決了為什麼不叫匯豐指數 對 即是解決了你自己 為什麼不叫香港index 對 為什麼不是香港index 或者這個 對 為什麼不是匯豐XSBC的index 這樣 所以 我們今天都很留意恆新指數 的時候想一想 咦原來 關這個事 那好啦 那個 有人就說恆新指數那個 即是策劃者 嗯 即是 又說是何時韓粉 那其中一個工程其實都是 我想有粉的 問題 其實最主要負責一個是 在你國衛 對 你國衛 就會是 比較重要一點點 即是始終他 我們叫做 即是 他知識層面 可能都會 強一點點 嗯 所以在這方面 他 做到一個這樣的工作 或者他提出 那 何時韓都接受 再去發大教 是啦 所以 那其後 我們又看回 何時韓本身 這些 這些 所謂的 大公職 那好啦 行身 不斷 撞大 其後 仍然撞大 嗯 好啦 那其實 借助匯豐的名字 其實更容易撞大 因為大家沒有了後盾 即是後盾之後 你雖然是華資銀行 問題已經有個大力 但某事站在後面撐著腰 更加可以發大 對啦 他更加可以發達 因為他又有人支持著 支撐著 而那個 大家也很信賴的 英知的銀行 覺得英國佬會比較穩困 即是如果他也會衰 即是活風也衰 一起死的 沒有所謂 一齊死的 沒有所謂 所以 在那個 之後 他的客奴 那個重要性 他發展得更加好 你會見到 其實他 他不斷是 尋 即是去尋一些 叫做 貸款 一些合理貸款的 一些市場 嗯 這樣令到一些 所謂的中小企 更加發展得更好 不是 他最成功 他就是開始 那時候 就是浸了 因為他有匯豐客座後盾 是的 之前有很多客人都看不起他 但是他就懂得找什麼 不是再靠 只靠小市民 找那時候 當時未發職 即是未很發職的 香港華人 的大商家 我們叫做 有潛質的 有潛質的 他叫做鄭先生 李先生 鄭先生 李先生 要多謝恆生 是的 好嗎 就 原意 在他們未發職之前 幫忙 即是那時候曾經 他只是中小企 是的 中小企 雖然今天 李嘉誠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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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最唱所有言公過來的 他今天 基本上代表了恆生和匯豐 他說任何事是比任何銀行都大聲 是的 即是他最唱所有言公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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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告訴自己 我們 我們 我們靠的 都仍然是靠客戶 都是要代客至上 那時候 他在開會的時候 跟那些 和那些 和那些 和那些伙計說過一句話 用粵語講 他分子 現在 老婆可以罵 但伙計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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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關你 你養老婆 一輩子 罵客都可以 但客人幫我賺錢 不應該罵他 哈哈 這個 做老闆的一個 戲拍 是的 即是他不只對客戶好 他是對員工也好 其實你想想他講這段說話 很得人心 那一刻 你一定正確聽的 你做客戶 因為之前 我叫員工去對客戶 怎樣招呼 怎樣服務客戶 怎樣不要罵客戶 不要笑客戶 問題 員工上來的 我不好 應該要聽你說 告訴你 我不只對客戶好 我對員工也好 因為他只有一班好的員工 才會幫你賺錢 是的 所以 其實你會看到 他利用了一些心理學的問題 其實他 他也是 因為客戶是對 因為他要 本身 下線的一些員工 他是對客戶的 下線是他的醫食部門 好 另一方面 那一班員工 是幫他找醫食部門 因為他也講過 其實有關關係 他也講過 他也講過 災陪客戶 因為壯大自己 因為客戶發達 你才會自己發達 他不只對員工也都是客戶 所以他很幫客戶 因為客戶是自己的醫食部門 其實各方面上 他不只顧合客戶 也顧合員工 是的 所以你會看到 他的一些人生的 所謂的哲理哲學 都形容在他的身 即是他的經營裏面 所以 某程度上 恆生的成功 和他 我覺得是 這位有智慧的一位老人家 我想也算 因為他之前說 其實很多時候 學者 或者名人上 未必是學者 但他都著書立說 是的 他也是寫過那句話 如果老臣子 你不肯教別人 你就是半腳石 如果你就是 顧名釣魚 以前說 師父教徒弟 教五成 其實什麼都保住 不敢教給你 怕教師徒弟 沒有師父 其實這就是半腳石 如果老臣子 像老賣老 或者像自己 不肯教別人 這個是不好的事 他是會告訴自己 做長輩 或者做老臣子 要不要介意教客屬 你才獲得尊重 你要對員工好 你要對客戶好 才能成功 是 所以你會看到 就是他那個 處世態度 令到他那個時候 你可以說 不知道關不關他之前 讀過三字經 或者之前的 波波齋那時候 感化了他 但是他想法 可能跟平時的商人 會有一點點不同 嗯 對 好啦 那不如說一下 他的一些公職吧 不如 那 我們今集時間不多 至少都好 例如他公職方面 大家有沒有留意過 就是在 那間大學 可能都會有 那個 有他的那個 名號出現過 就是什麼大樓啊 對啦 其實很多的 例如說你浸會 本身已經有了 有個善行校園 那些 然後 另外 好像 例如說他 恆生商學院 嗯 就是現在恆生 不是 以前恆生商學 書院 嗯 也是他出資的 就是他有份 就是 跟多位的那些 一些導師也出資 那另外中大也有 可能聽過也有 這個 善行書院 嗯 就是新成立的一個書院 是嗎 新書院就是用一個 那好啦 那跟著 剛才我講過的 那些什麼 何良 何利 那個基金 那些就是 科學者的一些獎金 不過我先講明 不是 就是他專課一些 是科技 醫學 那些 通常比較多些 嗯 那所以你會見到 他在那個 呃 就是其實 你最近都是見到那個 名人本身 很多時候他都會是 就是 有 就是賺到錢之後 他也都會是 將他 呃 那個 就是希望 那個願望 可以繼續去 傳承下去 或者是 過生這麼久 其實他現在這一刻 可能他的子女 都仍然想 用希望 他的命 是 其實他是 我覺得他 他真的 九七就過生 他真的 完全是 應該香港回歸之前 過生 是啊 但是他都很長命 很長命 很長命 九十幾歲 九十七歲 是啊 在83年恆生金禧 那時候 就轉入名譽董事長 86年 就英女王 和獸神 就頒過 CBE 坤咸 嗯 我覺得 值得的 他 他絕對 有資格收 有餘 是啊 好啦 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都是想 呃 就是 緬懷一下 這個韓士恆 就看一下恆生指數 雖然恆生 就這麼多年 不斷去改 一些建築 那個樣子 其實恆生 我覺得是在香港 那麽多地方 都很多恆生大廈 都我覺得 他那個 資本的 感覺到以前 是很 讓人看見 是一個很實力的 是啊 他差不多每一區都有恆生大廈 是啊 你可以 去銀行的時候 又想想他 看恆生指數 又想想他 是啊 好啦 今天這集的時間 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收聽 OK 拜拜 多謝你收聽 Only One Radio的節目 想知道更加多的節目內容 又或者收聽其他節目 請即登入 3w.onlyone-radio.com 如果想知道我們更加多的資訊 請即登入我們的Facebook 網址是 3w.facebook.com 斜滑 Only One RadioHK K